字幕by索兰娅 我会有我的成长 再努力一点 我也有一枪孤勇 机会来了 努力地抓住他 这种心里面 要坚守的东西在 不有一定的期待能冲进 青春不毕业 演绎好时光 来 都说说 以后想干嘛 我就是以演员的身份 进入到大宗事业当中的 而且演员就是我本身的职业 之所以这么说 可能是因为前几年 我的几部综艺播的还不错 然后可能让大家模糊了 我的这样一个职业身份 但其实在我的工作规划中 演员一直是第一位 我不太希望自己是一个 条条框框的人 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很开心能够在职业上的 整个阶段里面 在不同的时期 去展现给大家不同的面子 我可能在这个领域算是一个空降兵 突然进行到演员这个行业里面 想要给自己一个勇敢向前冲的动力 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无惧的心态 包括在这生涯成长的整个过程中 都会遭受到很多人的指点 批评 对你不看好 我觉得既然选择自己一个人 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奔跑的话 那你就要有一个无惧的心态 也不要后悔 因为你所有做的选择 都是基于你自己的选择 以后想干嘛 我想干嘛 我想飞 内心当然是希望去不断地挑战 什么不一样的角色 但是现实情况 不会有什么都不一样的角色找到你 就是基于你某一类型的角色成功之后 会有大量的同类型的戏都找到你 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系统规划 就比如说我下一个类型 一定想演一个什么 但其实很可能几年之内 都不会有同类型的戏去找给你 缘分在挑战角色的过程中还挺重要的 就想你是我的城池英磊 确实这类型的角色 在之前从来没有挑战过 也有很多人觉得 都不可能挑战这样的角色 从明天开始 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 我觉得他能把职场部分 跟爱情部分平衡得非常的好 然后都是基于一种真实的感受 跟真实的氛围 我知道我不完美 但我愿意为你 只有一座 苦肉浸荡的城池 你看我之前是演过平凡的荣耀 我们可能在投资领域会做的极其专业 但我们没有过多的男女感情 现在加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一是气质不符 二一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平衡 这种度在里面 你就告诉我 你为什么来精神资本 所以不管到哪里 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 小小的希望一直走下去 我现在可能自己选择戏的标准 还是以团队为主 因为我觉得一部影视剧的呈现 按体育类型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团队运动 而不是一个个人像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团队的整体的感觉 会更加重量去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未来有足够多的期待 也是因为我觉得 我很多面还没有展示给大家 就是味道中的颜值上次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 所以这也是我当面临了很多困难的时候 选择的一种解决方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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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